天津作为曲艺之乡 梗都天津文明全国 相声小聚场可以说是遍地都是 而天津相声春晚历经三年的魔力 早已突破天津的地缘边界 也深受全国观众喜爱 播出当晚 天津卫视相声春晚播放量 居优酷站内各大卫视春晚总榜第一位 并且多次进入各类社交平台的热搜榜单 今年的相声春晚更是除王会 郭麒麟 岳云鹏等近百位德云社 麒麟社以及鼓曲社演员外 还邀请了相声界前辈马志明 石富宽 以及由15位老艺术家组成的千岁组合 共同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传承 但如今天津真正能拿得出手的曲艺演员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像马三丽这样的相声演员更是没有 就像老汪说的那样 天津相声同行内卷严重 虽说同行是冤家 但当到外出闯荡时 也希望家乡的同行 虽然不用说好话 但也别拆台 就像他举的例子一样 想要去北京闯荡 还没有到北京 这边电话就已经打过去了 虽然只是老汪的一面之词 天津相声的同行们是否像他说的那样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从德云社开业来说 除了马志明和杨绍华两位相声前辈 其他相声同行们可以说都分分必让 生怕被打上德云社的标签 也能看出天津相声行业的内卷严重 虽然说同行是冤家 但都是老乡不想背后捅刀子说坏话 相比闭门造车 更多人希望看到的是白花齐放 让天津的曲艺之乡根深蒂固 如今天津相声春晚也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 天津德云社也算是在天津站住了脚跟 从相声到谷曲 也能看出郭德纲想在家乡做出更大的作为 不知道郭德纲是否能成为天津的下一个马三力 带领着天津的相声同行们更进一步 也期望下一届的相声春晚 有更多的相声同行们的加入 你们觉得会吗 有更多的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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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的相声